每个人都喜欢大型的全球比喻赛事 一如游泳、骑自行车、牵球、马拉松、足球、甚至滑把 如果你能回到过去 你会发现大型比喻赛事一直以来都非常受欢迎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举办了128年 如果你再往前追溯 再往前继续追溯 欢迎大家来到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两千多年前来自希腊各地的运动员会自己在一起进行比赛 还包括像192米短跑这样的重败体育项目 甚至还有一场赛跑 参赛者必须穿着全副武装 还有标枪、铁柄、甚至战车比赛 不仅有大型比喻活动 还有重要的文化活动 比如小号比赛 比如还有奇葩的文化活动 这些运动员训练刻苦 他们专注且坚定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持续了1169年 当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进行时 耶稣就在海的另一边出生了 他教导人们 行了奇迹 死而复生 然后回到了偏堂 他留下了他的追死者来继续他的工作 保罗成为了耶稣的追死者 并且旅行了很多地方 他写了我们今篇仍在阅读的重要书信 在其中一封信中 他想解释如何追死耶稣 他想 我会用赛跑来解释他 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场赛跑 从我们出生开始 到我们去世结束 有些人认为 当我们死去时 一切都结束了 但保罗从耶稣那里 写到这一生的终点线 只是永恒生命的起点 在终点线 我们会得到一生所做事情的奖励 保罗认为 他可以足够好以从上帝那里 得到丰厚的奖励 他尽他所能 做了所有他能想到的好事 但是没有人是足够好的 除了耶稣 没有人能做到 只有耶稣能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他付出了败奖 所以保罗不是独自跑人生的赛跑 而是跟随耶稣一起跑 你也可以 而且这里有一个惊人的部分 耶稣已经赢得了比赛 并为你提供了奖励 什么奖励 在偏堂与耶稣建立永远的友谊 所以继续奔跑吧 多计划